那么呢 先自我介绍 我叫Sanny 我来自巴森 有听过巴森这个地方吗 考一考大家 巴森最出名是什么 好消息 答错 巴森最出名是Forever 巴固铁排第二 我看你笑得很勉强 你好像不相信这样哦 你真的不相信吗 其实一样的 我10多年前 应该是14年前 当我接触到Forever的时候 我跟大家一样 巴森应该最出名是巴固铁 不是Forever 我怀着跟大家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怀疑的心情 来去认识这个事业 那么14年前 刚才主持人有介绍过 我是做 会计的这一个行业 现场有做会计的吗 做Accounts Audit的 哇 真的一样 没有人做了 现在 以前我的年代问 10多年前 所以做Accounts 哇 一般人会举手的 以前我的年代毕业 通常大部分人会去 读这样的行业 现在你们很聪明 没有人读了 对不对 这样会计时很难找次 对不对 对 幸好我转行长得快 那么10多年前 当我为什么会接触Forever呢 因为199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对小弟的影响很大 哇 你算一算1997好像很久 看不出 对不对 当时我很年轻 现在也很年轻 那么金融风暴到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当时呢 我在一家 一个工厂 一个做冷气的一个 即将要上市的 公司 做一个会计师 当时的我呢 职位很高 对不对 可是好消息收入不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学人家去玩股票啊 对不对 现在也没有人玩股票 有啦 对不对 可是97年的时候呢 就输了很多钱 那么呢 虽然我名字叫吴金山 可是我爸爸又没有留金山 赢山给我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呢 就很纳闷 因为我父亲呢 在80年代做传统生意 已经是失败bankruptcy 那个bankruptcy来的 那么我当时的女朋友呢 现在成为我太太 她的父亲还没有过世之前呢 也是80年代 也是做传统生意 做建筑的 也是倒闭 也是bankruptcy 所以我们是门当户对的 bankruptcy 对bankruptcy 这样的一个出生 对不对 那么上班几年又不是很多钱 又玩股票输了百多千 1997年的百多千多吗 很多的 那怎么办 如果是你怎么办 两条路 第一 着罗 对不对 跑路 没有理由20多岁跑路这么 这么lux的嘛 人家讲 对不对 没有理由跑一辈子 那么第二条路 干嘛 等银行来 借我爸爸的那个帮子 成为bankruptcy 我想来想去 这两条路也不是我要的嘛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认识了forever 当我认识了forever的时候 开始是抱着一个 停一停咯 看一看咯 看看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业 好消息喔 不听没事 一听大件事 听了晚上 跟刚才CK讲的一模一样 晚上回家睡不着 睡不着不是因为台上那个讲师很帅 好像我这样 绝对没有关系 为什么睡不着呢 我的脑想三个字而已 五眼没 JB人懂福建话了嘛 对不对 五眼没是什么 那个广东话叫 妖言没 就是如果 我再问自己 如果 讲师在台上讲的事业是真的话 这个将会是我翻身的一个大好的机会 所以当时的我是多年前 14年前 1997年的年尾呢 我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喔 很认真的 很用心的 来了解forever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意 开始我从事呢 是 头半年是part time的 就我还是继续去做会 会计师去上班 对不对 早上上班就一条虫 对不对 下班后就一条龙了 为什么 开始来forever学习 对不对 来上课 atend所有的会议 开始发展这个forever事业 六个月过后 我上了经理过后 就把老板fire掉 就full time做到现在喔 14年 接近15年了 所以这10多年来喔 我不单只可以把我的债务全部还清 我在forever呢 得到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的时间只有30分钟 我要用30分钟跟你分享喔 这15年的东西 对不对 都是很精准的 只要你听懂喔 相信我 你今晚一定睡不着 如果睡不着 绝对不是我的我的问题 是你隔壁那个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潮了 影响了你的注意力 对不对 所以你跟他讲 跟隔壁那个讲 好好用心听 好不好 来 跟隔壁那个讲一下 来掌声一下 好forever 对我来讲很简单 它是一门生意 那么这个生意很重要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呢 各位 问问自己 请问三年后的你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你 有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吗 所以多年前我就给人家问到好昂啊 不会打 对不对 虽然我们是会计师好像很厉害 好像很专业 对不对 那三年后你会怎么样 我知道我的老板的公司三年后 我们做budget 他的业绩会怎么样上升 对不对 可以算得出 他三年后赚多少钱 很厉害 好像很骄傲这样 想想一下老板的钱 不关我事 对不对 那有没有算过自己呢 不敢算 你知道吗 算了 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呢 发觉好像没有什么未来这样 算来算去 对不对 所以很重要 我们人是活在未来 过去 讲老实的 我对你的过去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过去有多好 多不好 多幸运 多不幸运 各位 对你未来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影响 影响我们的未来的只有一个 就是现在 现在 2013年3月10号 下午4点的这一刻 你要为你的未来做怎么样的一个决定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想 如果三年后 你想 跟你现在比较 你想有所成长的 不管在收入上 知识上 生活上的 请你举手 没有成长的是要 很有成长是吗 没有举手都没关系 你要看看 你要了解 我从一个这么普通的上班族 十多年来 Forever给了我什么 首先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喜欢 我的爱好是什么 车 对不对 十多年来 我换了接近 8到9部车 我从2008年开始 每一年都换车 今年还没有换 快了快了快了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 有没有喜欢车的朋友 有啦 一定有你不要骗我啦 马来西亚一年可以卖超过5万辆车 没有人喜欢车 哪里有可能 对不对 马来西亚人是特别喜欢车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车够便宜 尤其是BM没有W的 马来西亚嘛 对不对 不是BMW 马来西亚很便宜 BMW就不便宜 所以既然我们这么喜欢车 你没有想过 我们用车来做一个example 对不对 三年后你想驾什么车 对 喜欢车的朋友 所以 我从08年 09年 每年都换车 对不对 从国产车 我全部 我很爱国的 马来西亚所出的所有车款 我都有 我从Ezwara 换到Vira 换到Badana 全部有 够爱国了吧 对不对 可是到最后还是觉得 Toyota也换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从Camry Extima也换了 对不对 到最后还是觉得 加一个W比较好 所以 Forever呢 可以让我完成我这一个部分的理想 对不对 所以我很庆幸 我掌握了这个事业 当然他有他的理由 等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那么 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人 一定要了解 三年后你想完成什么 你就更 会知道 十年后你要干嘛 二十年后你要干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彩久跟我讲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认识彩久吗 彩高啊 对不对 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 最多三到四个十年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要活得精彩 这一辈子要痛痛快快 完成你人生 要完成的所有东西 对不对 当我们老的时候 坐在那个大树底下 想当年的时候 对不对 讲起想当年多么自豪 而不是想当年了 不断的在埋怨 对不对 埋怨这个 埋怨那个 埋怨老板 埋怨政府 埋怨是没有用的 改变不到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要的梦想是什么 对不对 搞清楚你要什么梦想的话 你要了解 刚才我们的CK 已经跟我们讲 到底Forever 是怎样的一个公司 已经是被证实的 对不对 35年的公司 我是查账师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查过很多公司 小公司 中公司 大公司 上市公司 我都曾经 去查过账 我还没有看过一家公司的背景 比Forever强 因为它是横跨全世界 五大洲 150个国家的 私人公司 多么的强大 每一分美好Forever是用自己钱的 对不对 在会计时的眼中 上市公司 没有什么大不了 为什么呢 它是用大众的钱来发展 对不对 可是Forever是用自己的钱 所以非常厉害 那产品 已经不用讲了 对不对 全世界最大的芦荟公司 还要怎么样 你不要讲你是全木星最大的芦荟 要跟我们比 好不好 我们在地球是没有敌手了 已经不用左边看右边看 我们已经掌握了最好的产品 我本身以前我从小时候 看我 从我懂事起 我就知道我身体 有一个小毛病 叫做皮肤敏感 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 或者你身边有吗 皮肤敏感的结果是什么 很多东西不能吃 我们华人讲什么 吃比天更大 可是我小时候开始有皮肤敏感的 很多好吃的东西 尤其是海鲜不能碰 一吃到海鲜 虾 螃蟹 会干嘛 全身都会起氧 发氧 起很多东西 所以我以前 十多岁开始 每一个月固定要去看 专科皮肤的医生 普通的医生都不能 GP 不能 要皮肤专科 在把身 以前的旧把施 巴士站的对面楼上 因为他叫 Clinic Pakaya 跟我老婆同姓的 我记得他到现在 为什么我会记住他呢 因为我每个月要去见他 对不对 给他全 看病拿药 然后我问他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吃药 然后来冲凉还要用特别的肥皂的 这么严重 我就问这个医生 医生 我这个问题 几时可以解决 没有理由一辈子这样子吃药 对不对 没有意识 你知道他打我什么吗 没有变了 就是要一辈子吃药 所以我就相信他没变 可是当我遇到Forever过后 对不对 了解了Forever 芦荟这么棒 我就 没有怀疑 大量使用芦荟产品 尤其是铁三角的配套 我使用过我大概一年过后 我也没有去在意的 一年过后 突然有一天晚上 对朋友就 就去吃大餐 我就去嘛 对不对 我就不小心 吃到 那个 霞 那吃了回家过后 就想 今天晚上呢 就 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会这边养 明天 这哪里养 然后呢 各一天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可是好消息哦 当天晚上吃了大餐 吃了海鲜过后 高分都打听过 直接睡到晚 明天起来 去看看 镜子 没有事 我就想可能是豪彩啊 豪彩 壮彩的对不对 我就继续慢慢开始呢 去吃海鲜 好消息 从19应该是98年 到现在 十几年 我吃海鲜 从来就没有皮肤问题了 到现在 是多年的 没有鼓掌的 我相信你一定是怀疑的 为了证明 等一下你请我吃大俠看 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吃完给你看 证明我的清白好不好 所以产品棒不棒 很棒啦 对不对 最重要 好的公司 好的产品 更重要 加一个很好的计划 我再讲 我是会计师 对不对 我一看到Forever 我也是 我花最多时间 就是研究这种 怎么样算啊 怎么样算啊 可以赚多少钱啊 对不对 算得了 算到最后 那个计算机 差不多算到爆炸 好消息 我们会计师 不是用计算机算的 我们用电脑来算 你知道吗 我们会在脑上 如果这样的状况 这个多少 我做这样子的组织 可以赚多少钱 每天在算 我很记得 我在做Part time Forever 那头六个月 早上去上班 我一开电脑 不是做公司的事情 去看CC 看看组织网 怎么样 挤兴奋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了解 这个计划 可以怎么样 改变我的未来 怎么样让我在短期 赚很多钱 还清我的债务 对不对 让我过更好的生活 可以让我每一年换车 所以我很了解 这个计划 所以这个计划 它很简单 我讲到这边 哇 这样是不是要像Sunny 要去考一个会计师 才来做Forever No 其实你不用想它太复杂 Forever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计划很简单 就是说 你跟我都一样 我们一看 只要你愿意去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学得到的 而且呢 它很容易复制 所以今天你了解过后 你回去跟你的亲戚朋友 同事同学 邻居 包括情敌 你跟他讲 他也挺得懂的 更重要 这个计划呢 带给我们很高的利润 那个计划 我们的市场计划 对不对 从加入的一个distributor 上上上 上到经理 两个月做六万块业绩 可以高达48%的利润 我简单跟你讲 对不对 马来西亚传销公司这么多 六七百家 真正有在大马直销公会 注册的不到一百间 哪一间公司最好 拨最多钱呢 I confirm and guarantee you 单单经理 我们是传销界 拨最高奖金的 没有鼓掌的 你还是怀疑 对不对 我可以one to one challenge你 我要跟你PK 真的 因为我看太多公司 不管旧公司 大公司 小公司 新公司 刚才各批那些公司 什么公司都好啦 你拿来比 我们不是雷饼 对不对 只要你看懂 Forever的制度 我们经理48% 没有一家传销公司 的经理 单单经理 因为我还没有讲其他的 利润会高过我们的 而且经理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我们一个Forever经理 对不对 你建立不同的组织网 一个经理在Forever 普通五千到一万 我们早上的两个 马来伙伴的经理 对不对 每个月都过万了 还是做part time 听到就有一点气 对不对 做part time就过万了 做full time怎么办 哇兴奋 所以我们的经理 为什么奖金这么高呢 除了他有48% 一条线 给你六三二三代 好过做franchise 一代一代拿 六三二可以带给我们 怎么办的收入 如果你 介绍你 传授三个 三个再三个 我们叫139的话 Forever的经理 139 两三万块 第三代二十七 当然六三二 一个月给你 超过六万块的业绩 这个只是六三二 我还没有讲 蓝宝七十三 蓝赚八五四 赚十九六五 那个讲下去 真的是睡不着了 我只是讲经理而已 所以你可以想象 Forever的marketing plan 对我来讲 我看的东西很简单 我是看它的percentage 到底我在Forever 创造的业绩 这个公司可以回 可以给我 多高的这个利润 所以看marketing plan 我们只要看这个 更重要的 刚才早上CK 有事就讲的 从去年开始 我们做了14年 Forever才公布 从去年开始 我们已经全球化了 全球化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在马来西亚做 可是享受全世界的利润 高达3% Global 现在的年代 全部的全球化的年代 网际网路的年代 意思就是说 整个地球已经没有 任何的区隔了 对不对 只要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接通全世界 所以以上一的角度来看 如果今天 你是要做生意的 你是生意人的话 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的生意可以做到 全球化吗 如果不能的话 好消息 你一定要面对 被淘汰的命运 迟早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各行各业 现在都是全球化的 你想象一下 现在有哪一个行业 不是全球化的 有吗 没有了 有的话 已经是在掉的行业 所以好消息 Forever 我们不是即将要全球化 不好意思 我们是已经全球化 高达150个国家 前人已经种好很多树了 重点是 你要不要来秤凉 你不来我们不介意 因为我们还是要去秤的 对不对 所以全球化会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单单分红 以前我们每年拿分红 去哪里拿 去基隆坡 某某酒店 不错啦 OK啦 美派那个要 对不对 你知道现在拿分红 去哪里拿吗 送你去夏威夷哪分红 你知道高达伦坡 跟Hawaii差几远吗 十万八千里 你知道吗 做同样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待遇差几远 这个就是全球化 这个就是全球化 所以你选对公司 选对制度的话 对不对 你会水涨船高 你做同样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因为整个大环境 改变提升 你跟着改变 好不好 很好 所以选公司很重要 一定要选这样 这么庞大的财力的公司 我们才可以做到 所以4月 21到29 我们会在夏威夷 我的bag已经继续 在里面了 兴奋吗 很兴奋 因为我们选对公司 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 当年 十多年前 我看到Forever 很兴奋 除了我算它的制度很好 Forever有一个奖励 这个奖励是全世界 你看完所有传销公司 没有一家可以跟我们比美的 因为Forever有一个奖励 叫做分红奖励 当年我们研究的分红 没有全球化 已经是横哨全世界了 现在的分红更提升到全球分红 什么叫全球分红 很简单 首先今天如果你要发展Forever 跟我们一样一起来打拼 对不对 一起在Forever改变你的生活 完成你所有的梦想 理想 很简单 首先你在那边 第一个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只需要去建立一个组织网 去找一般人跟你合作 会不会 讲到这边很多人 可能很油啊 怎么样找呢 对不对 找人我没有什么朋友的 我们讲的比较硬一点 各位有玩面子书吗 或者Facebook Facebook 有没有 有面子书的 请举手一下 没有的话 你们看下台一下 2013年了 哈喽 面子书你跟我都有 我不用钱 你不要跟我讲 你要用180万来开一个面子书 对不对 Free 而且你可以开很多个account嘛 对不对 所以面子书如果有的话 请问一下 有100个朋友以上的 你的面子书 有100个朋友或以上的 请你举手 哇 你们没有举手 都是有几千个是吗 有举手的 请问你 你的面子书 有100个朋友 用好 是不是需要用10年20年 所以用10年20年 找100个朋友在面子书 请问你100个朋友要用多久 快的话 一个礼拜搞定了 对不对 这样 今天一模一样 我们做Forever是一样的 今天我在这边 我只需要出去 跟见到人 就讲 对不对 把人 身边所有的人 add来我的group 你会吗 会啦 像Facebook一样的 只要把它add进来而已 对不对 而且这个team要add多少人呢 要100人的啊 好消息 你知道Forever这个team需要add多少人吗 你觉得需要多少 答案是 你喜欢 up to you 你可以add5个进来 10个进来 20个进来 就是说你可以找3、5个、10个、20个 朋友、同事、同学、亲戚、邻居、三顾、六婆、撒、一、八、三 全部跟他add进来 对不对 重点是呢 这个team加你 只要你一个月 你跟你的team 你的group呢 小组呢 一个月 只需要完成3万块的业绩而已 3万块的业绩多不多 如果你看你自己觉得 哇好像不少 如果你的group有10个人 10个人出3万 一人才多少 3000 如果你的group有20个人 一人15块 请问一个月1500到3000块 可以做什么生意呢 开Ramry Burger都有问题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事业很简单 你只是要找一些人 自同道合的朋友 对不对 跟你加入成为你的team 然后呢 你跟他们一起 一个月完成超过 最少3万块以上的业绩 就OK了 这个是step 1 step 2 然后呢 你培养一个经理 对不对 从你的group里面 找一个 哇 非常优秀的 很要聘的 培养他成为经理 然后他是经理过后 他也同样 他去建立他的一个小组 然后每个月完成25千的业绩 就这样子而已 你保持一年 因为我们的全球分红 这个chairman bonus 是一个年度计划 所以一年过后 你有什么结果 你知道吗 你完成cpm的话 你喔 你单单拿一个分红 可以有10千到25千 这个是我的partner Mr.Sim 拿一个16千 不错嘛 对不对 我以前做会计时 都没有拿过16千的花红 讲出来真的 lux 对我的年代 我的年代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月的月收入 10千到25千 年收入120千到200千 还没关系 还送你 你完成的这个的话 如果你是新朋友 还送你两个trip 第一个 五月份去Italy Limkoppi 第二个 四月份请你去夏威夷 你知道这两个trip值多少钱吗 一个trip 它是给你两个位 大概三到四万块一个trip 你不相信的话 2014年也收到公司 寄给你的income tax 你就够利了 我跟你讲 就是这么多钱 我们刚刚去年去美国回来 刚刚来JP之前 就收到公司的信了 income tax 对不对 哇 去年的我们去美国 那个价值 接近四万块 如果你叫我自己 给四万去美国 不值得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免费的OK 还有pocket money 对不对 所以 单单 这样子 分红一个level 百多两百钱一个月 而且这个 是用以前旧制度来算的 如果global 所以四月 我们一定要 如果有去夏威夷的 我们现场看 对不对 没有去的没关系 记得online 可以看live的 看看我们全球化分红 到底可以分多少钱 全世界有超过700个 qualifier 超过700个 多不多 我看你看到你眼睛都被打喊的 哇 真的是很多 对不对 我们也想象不到 要在那两天 搬多少百万 多少千万美金出去 超过700个 所以到时 有人讲 这个level one 可能会去到30千 50千 那么你还可以one plus one 如果这个是你 你培养一个cpm的话 就帮助下面一个完成 分红 我们的forever成功理念很简单 帮助别人成功 我们更成功 所以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 帮助别人的成功上面 有没有意义 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业 对不对 你的分红可以double up Desmond跟我讲 今天我可以拿100千 如果没有的话 他补 他讲 那个是level one 很兴奋 对不对 你看level two 更兴奋 level two就是你 你帮助三个朋友 对不对 完成这个全球分红制度 帮助三个 简单来讲 就是这边坐30千 这边25千 三主这样的人 单单年度分红 可以拿200到500千 每一个月50到100千 年收入过百万 年收入过百万 在马来西亚 可以这样子走路 打网行 能不能年收入 可不可以 在新加坡 我相信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 马来西亚 记录 单单level two 可以拿400千 听说今年一定破record 因为是全球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Tom 400多千 兴奋吗 我知道你不兴奋 因为不是你的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想象 对不对 只要有人做得到 我们也可以 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公司 用同一个产品 用同一个制度 重点是 你有没有跟我们 同一个思想而已 所以只要我们思想 一样一起来 那个钱 太多了 我们一起拿 对不对 看完level three 所以我保证你今晚不用睡了 帮助六祖人 完成分红 好消息 不管三祖或六祖 这六祖人不一定要在JB 全马来西亚 新加坡 全亚洲 包括全世界任何150个国家 都可以的 你在不同的国家找都可以的 所以这个才叫全球化 对不对 六祖人 你单单拿一个分红 超过100万 月收入超过100千 年以上已经是很难算了 年收入肯定超过美金100万 真的吗 你自己看看 这个巴西的 巴伯山哪一个分红多少钱 多少钱 各位看看 数目字 多少 来一起念一下 714217块 什么币 是不是马屁 不是马屁 美金 买3.15 谁去讲 3.15 你自己算多少钱 超过200万 只是那个年尾花红 好消息 这个也是旧制度 还没有全球化的 所以你imagine 以前最高纪录 Roth Keep的国人 拿过900千euro 差不多美金100万 马币300-400万 很有可能今年4月 Forever的这个分红 又会破纪录了 所以各位兴奋吗 很兴奋 我们真的睡不着 因为我们看到 Forever给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不断地在 旷大我们的梦想 你知道吗 以前我的年代 我想过 一个月可以赚超过1万块 加一辆BMW 我就喝死了 对不对 那个是以前的梦想 当你加入Forever 这么庞大的一个公司 你觉得 BMW是不错了 真的很不错的 不过如果有FLP 会更好 你知道什么是FLP车吗 Felari Lamborghini Porsche 所以这个梦想 是Forever给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的未来 绝对不是梦 所以各位 一定要认清楚 你到底要什么 只要你敢要 Forever敢给你 重点是你敢来拿 只要你敢的话 一起来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 Are you ready? 我不是在马六甲 给一点反应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有没有看清楚 以前 有一个犯人 他犯了死罪 那个皇上就判他 谁赢 对不对 要推出去 五门斩首 如果你是一个犯人 你犯错 要被判死刑的话 你会干嘛 你会讲什么 冤枉啊 冤枉啊 对不对 你肯定讲冤枉啊 不关我事啊 饶了我 对不对 你会求情嘛 所以那个犯人呢 就不断的求情 那个皇上就很好人 好像我这样 好了 看你求情求到这样 尽管给你一个机会 我叫你去办一个事情 做一件事 如果你办妥的话 照住我讲的东西 完完整整的给我做好呢 我就判你无罪 不用死 要不要做 那个犯人就 皇上要做什么 快点讲 快点讲 很简单 马上在这边 大便 大便 会不会大便 蛮简单的嘛 对不对 那个犯人就很兴奋 马上脱裤子 蹲下来 就在那边大便 可是 他大完便过后 皇上还是拿他去砍 他临死之前 都问 我不是大便了吗 虽然比较臭 没有喝如会 干嘛你要砍我 那个皇上讲 我叫你大便 有没有叫你小便 你在想是吗 所以大便没有小便的 顺便嘛 对不对 有没有顺便 小马便 有没有 你大便 有没有顺便 小马便的 他觉得很自然吗 大便肯定小便 不过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人觉得 这个很自然吗 一定是这样的吗 他没有跟好 那个instruction 在forever成功一模一样的 来到forever 我们的forever的公司 行政 我们的上线 会给我们很好的 所有的建议 对不对 可是很多人就很顺便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不对 我有大便 不过顺便小便 不好了吗 不可以的 好消息 不可以 会死的 对不对 就好像分红制度 讲完这样子 这样子 对不对 我多一点不可以 我少一点不可以 好消息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事业 对我们的制度 有多认真 多了解 多一点 少一点 它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今天来forever forever肯定是可以完成你梦想 跟你想 重点是 你的了解的程度 你的认真的程度 去到哪里 对不对 只要你够了解 够认真 准备好的话 你可以来 跟我们一起飞 Thank you 有 有 谢谢大家